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謝謝大家 過去兩天能夠跟大家在一起 實際上是一件很喜樂的事 要舉辦現在一個大型的聚會 實際上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我要特別的感謝主辦單聚會 中心的服飾 在我們前面有幾個可愛的小年年人 才靠著我 我看得最清楚 他讓我想起我十五歲的時候 那是五十年之前 我在十二歲的時候成為一位基督徒 我四五歲的時候呢 有人告訴我的故事 我有唱詩歌的恩賜 我去那個教會呢 是很自由的一個教會 所以那個故事就告訴我說 欸這個星期天你可以來猜一首 讀唱還不猜一首詩歌 他那時候我才十五歲 我覺得我什麼都可以做 我可以唱歌 也可以跳舞 我也可以讀一些很深奧的物理學 所以我就很爽快地帶來我的牧師 欸我可以唱這首歌 但後來我就想起 好讚美主 我上個星期感謝主 我才學了吉他 I've learned how to play three chords 我只可以懂得唱三個音符 So I thought to myself Not only will I sing a solo in church on Sunday I will also accompany myself on the guitar 所以當然我告訴我自己 我不但要讀唱 我還要彈吉他 And then I thought 然後我想 Why not write your own song 為什麼要自己寫一首歌來唱呢 So I went to my bedroom 所以我就去我樓的房間 To my three chords 所以就用來三個音符 And I wrote out three verses 所以我就寫了三節的詩歌 To me they looked wonderful 對我來講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首詩歌 It came to church on Sunday night 所以星期天晚上來到教會 All my friends were sat at the back on the right hand side 我的朋友們都是坐在教會的後面右邊那邊 And my pastor said now Viv is going to come and sing us a solo 所以牧師就介紹說 Viv要為我們不唱一首詩歌 So I came up to the pulpit 所以我就站在台上 Put my words down 所以把那個詩歌放在前面 Play the chord of G 所以就彈那個吉他音調G And the tune Had flown from my head like a little bird 那首詩歌就像一隻鳥一樣 所以我的腦海裡面飛掉 So I thought what do I do now 所以我在問我 那我該怎麼辦 做什麼 So I played the chord of G again 所以我再試一次 Hoping for inspiration 希望有靈感會回來 Non-can 沒有靈感 So I had a choice So I had a choice Do I just say sorry I have forgotten the tune And sit down 我就是要做 我就是要做 跟大家道個歉 說對不起我不能夠唱 然後就坐下來 Or do I play the chord of G again And just give it a go 或者呢 我要再試一次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你們會怎麼做呢 Now most of you would never have been in this situation 我知道在我們當中 可能很少人會面臨這樣一個局面 How many of you would have said I'm sorry I have forgotten the tune and sat down 誰會講說對不起 我不會打 然後我就這樣坐下來 舉手一下 所以沒有那個打量 How many of you would have played the chord of G again and just started 誰會很有感的 所以他不會來一次 打下去 OK I know most of you wouldn't do any of those things 那其他的 什麼都不做 Well Lawson rose your hand to say you can give it a go You need to go and see a doctor 所以他才舉手說 會有打量很差的 請你去接你的醫生 前面有很多醫生 Because that's what I did 這個就是他所做的 他去看他的醫生 and I launched into this song 所以呢 我就開始唱這首詩歌 made up this terrible tune 我就亂做了一個曲子 my face is red already but I was bright red 我的臉是透紅的 但是很漂亮的紅 and then I realized verse 2 was coming 不然間我覺得 第二節好像回來了 and you're meant to repeat the tune from verse 1 to verse 2 好像是重複從第一節到第二節 and I couldn't do it 但是呢 我唱不出來 so I sang verse 2 to a totally different tune to verse 1 所以那第二節的調子 跟第一節的調子 是完全不一樣的 and then my courage broke 所以呢 那時候我完全失去了 我的信心 all my friends in the back are laughing quietly 坐在後面 有在那邊偷笑 and I sat there so I sat there so I sat there and my pastor who I've never heard say a negative word 我的牧師呢 從來不講怪話 他們從來不講這些負面的話 he stood up 站起來 and he said well 他説 嗯哼 that was very modern 他說那是一首很時髦的詩歌 and that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was good that could be said about it 所以呢 那個就是唯一好的評語 what were the mistakes I made sorry what were the mistakes I made 我当地做错了什么 因为我就是太自我 我其实没有什么恩赐 我也没有祷告 我们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 约翰福音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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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书第23章 约翰福音书第23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便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了 下来你们没有付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将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降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 在当大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亲爱的天父 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过去的50年我去过很多个不同的祷告会 全世界到处和地方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北非洲那边几年前 在一个差不多有200多个人的祷告聚会 所以他们是从另外一个宗教转系成为基督教的 很多都是农夫来的 他们看起来是很硬的那一种 甚至他姐妹看起来也是很强硬的那一种 他们祷告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跳舞 他们甚至有讲阿拉伯的音乐跟法国的音乐 所以那整个晚上呢就是非常丰富的舞蹈跟祷告 我只能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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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祷告祷告 还有一个在英国 我被邀请一些的领袖们分享 所以他们要在那边奉主的名为他们施洗 为这些修士们施洗 那些修士们就邀请我 在那个修道业里面跟他们在一起祷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们是一群各个宗派的信徒 有威礼公会的、圣诺会的、净信会的 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参加他们这样的一个聚会 在这个区域当中他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赎静的 吃饭的时候都是安静的 对于我来讲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很想说你可以把那个杯子传给我一下吗 但是我不能够开口 有一天中午到吃午餐的时候 那天很特别 每一个座位山的、桌子山的都有一瓶的啤酒 但是呢因为是赎静的所以没有解释 那些修道上呢他们就饮了这些啤酒 所以呢这个午餐就这样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开始问了 我就问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瓶啤酒呢 啊他们就告诉我原来我们是在庆祝 啊他们就告诉我原来我们是在庆祝 啊我们是在庆祝圣保我的生日 啊我们是在庆祝圣保我的生日 啊我完全不知道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啊他说一定要咱们 我有去过一个祷告会哈 哦我跟我的六位同工们哦 我们祷告到圣子睡着去 啊这个是在一个 牛,牛潮,在印度的牛潮 啊我有到过一个 呃呃参加一个祷告会呢 我的善师就是在祷告的时候睡着了 差不多有六十个人在房间里 因为他迟到了 他的飞机迟到了 所以他很累 所以他就开始祷告 所以这个是他的祷告文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 他的秘书跟我讲说 他会做演示 我在很享受的看这个情景 所以他在各种不同的祷告会 因为这个祷告 祷告的世界的范围是很大的 我们的神是伟大的 祷告的范围是很大的 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祷告 但在我所讲的所有的祷告会 都有一个共同的祷告 这些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或者是奉圣父甚至圣父的名祷告 所以耶稣亲自说 你们如果封我的名祷 求什么的话 我就可以对 他在约安福耶稣里面 讲过很多次 其实呢我们的生命 是被我们的名字塑造 我们对世界 我们是用我们的名字 来回应世界 回应人 我能讲给大家 他的名字呢其实是叫Vivian 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呢Vivian是一个姐妹的名字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其中的那个伯父呢 他的名字也叫Vivian 所以呢这个名字呢就带领我走一条很有趣的道路 I once went to hospital for an operation 有一次我去医院动手术 and they booked me into the woman's ward It wasn't that funny to stay with you 他们带我送到女姐妹的医院去 So we each have our names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and we are shaped by those names 这些名字哈就是所造我们这个人 Can you turn to the person next to you 你可以转向你旁边的人吧 and just tell them your full name 告诉他你的圆名 你的所有的 快快地告诉他 你的所有人 OK OK You can start now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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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 very brief exercise No need for excitement And you turn to them again and tell them your nickname and tell them your nickname or one of your nicknames 告诉他你的 鲁名 这是你特别的称号 Thank you Okay That's enough Go let party out It's not fellowship time I have a name. My full name is Vivian Ivan Thomas. 所以呢,她其實她的原名是 Vivian Ivan Thomas. My first nickname I got from my brother. 我的魯名呢,是從我哥哥那邊拿到的. And it was Titch. 那個魯名叫做 Titch. Titch. Which means a small thing. 它的意思是小小的一點點. And I lived out of that name for many years. 所以呢,我就因為這個名字,我就活在這個名字的陰影下面. And you have a name.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You have a name on the outside. Well,在外面我們有名字. Suling Sweegin. Suling Sweegin. We'll make it to the end. Don't worry. When I was a boy in a playground. 當我小的時候,在遊樂場地的時候. We used to fight. Oh,小孩子常常打架.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ght, We would say these words. 所以呢,每次老玩家之後呢,我們會這樣講. Sticks and stones will break my bones. 他說,石頭和木材會打斷你的骨頭. But the names will never hurt me. 但是呢,如果你叫我烏魯的名字稱號呢, 你不會傷到我. But it was the names that were the most hurtful. 其實呢,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被人家叫不好聽名字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會很容易地被受傷.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稱呼呢,會打到我們的心內. We are all named. 所以呢,我們每個人都有名字. And you have a name, and I have a name. 所以你有名字,我也有名字. Or if you don't have a name, you have a song in your heart. 假如如果你沒有名字的話, 可能你在你的心中有一首歌. Or a lament in your heart. 可能你的心中有一個悲哀,一個感嘆. So what's your name? 所以呢,你的名字叫什麼? How are you named on the inside? 你真實的名字,在你心裡面的名字叫什麼? This will radically shape your prayer life. 其實呢,這個呢,它會影響到你的祷告生活. What's the song in your heart? 請問在你的心中,有哪一首詩歌,有哪一首歌可以代表? A few years ago, I was with an Anglican leader. 幾年前,我跟一個聖務會的領袖在一起. And I said to him,What's your name? 我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He told me his name is Steve. He told me his name is Steve. He told me his name is Steve. And then I said to him,What's the name you've got on the inside? 我就問他,那你在你的心裡面的名字叫什麼呢? He said that's easy to answer. 他說這很容易。 You will never amount too much. 他告訴我說,你永遠不會成為何不偉大。 You will never amount too much. 他說你這樣,你不會變成何不偉大。 This was a very negative thing for him. 所以呢,這個對他來講,是一個很負面的一個畫面。 他是從他父親那邊的道路。 因為他父親常常講給大家,你不能夠做大事。 後來他成為一個很注色的教會領袖。 一個很大的教會,很大的預算。 一個人覺得他很敗。 所以這一些在外面所做的,都是因為他外面的這個名字所造成。 He was working all the hours God had given him, to make sure he would amount to something. 所以呢,他就花了他一生的時間精神, 來建立這個外面的他的無度。 當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他心裏面記得他父親所講的那一句話。 所以呢,我就跟他為這件事情,跟他一起祷告。 I met him two years ago. 我兩年前遇到他。 And I said, how are you being renamed? Is God renaming you? 我就問他,誒,上帝改變了你的名字了嗎? And he said, yes. 他說,改變了。 I said, what's the new name? 那你新的名字叫什麼呢? And he said, it's a joke between me and God. 他說,誒,這個其實是我跟上帝之間的一個笑話。 And he said, tell me the name. And he said, tell me the name. And he said, my new name is my new name. And he said, my new name is my new name. And he said, my new name is I hear from God. 是從神那裡得到的。 You're my favorite. And he said,那個名字呢,就是,你是我的最愛。 You're my favorite. 你是我的最愛,寶貝。 The Holy Spirit had been working in his heart. 聖靈在他心裏面動過。 Renaming him. By,他也變了他的名字。 So what's your name? Sweenan? 大家想,你的名字叫什麼? I asked this question to a pastor in Singapore not long ago. 在不久前,我問了一位在新加坡的牧師。 And to my surprise, he said, my name inside is pig. 那個牧師講說,我的名字在文裡面那個名字呢,是豬。 I said, pig? 我說,是豬? I said, isn't this a negative name? 這聽起來好像很難聽,很負面喔。 He said, not to me. 他說,對我來講,豬。 I love being pig. 我很喜歡自己講成是一隻豬。 I said, why? 我問他為什麼? He said, because pigs are always warm. 因為豬呢,每次都是溫暖。 Always well fed. 每次都被餵飽飽。 And they are intelligent enough. 他們也不笨。 So he'd been named. 所以呢,這個就是他們裡面的名字。 So what's your name? 所以呢,你們的名字叫什麼? Is it stupid? Stupid? 你們的名字叫做夢羊呢? Stupid, stupid, stupid. Stupid, stupid. Stupid. Let's go over. Is it loser? I'm a loser? 還是你的名字是一個失敗者? Is it I'm a failure? 好,你就是不會成功的那一種? And you have these names that shake your heart and life? So you have these names that shake your heart and life? So you have these names that shake your heart and life? Maybe born to be wild. 或者是一個很自由、很喜樂的人。 Maybe I am enough. 或者我是一個滿足的人。 So what's your name? 所以呢,你的名字是什麼? 你要去怎樣的名字? What's your name? Thirty seconds of silence. What's your name? Next question. What name do you want? 你要去怎麼樣的名字? Thirty seconds of silence. 我们有一个美丽的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很绝好的名字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的名 耶稣有一个圣洁伟大的名 耶稣是我们 唯一是我们基本的礼物 祂是我们未来的指引 祂是我们目前的供应者 耶稣在圣洁里使用祂是和平军王 在七十路那边的祂被形容为明亮的诚信 所以耶稣祂的亮呢 超越过其他一切的 祂就是蓝光 祂就是门 祂就是道路 祂是我们每日的灵灵 祂是我们每日的灵灵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在祂受洗的时候我们知道祂被征服为这是我的爱子 所以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这样行 我很喜欢 祂就是天上的大令被钉在十字架上 祂是所有的得胜者 在祂被围的时候呢 祂愿意道成肉身 但是呢 祂又从死里复活 我们的未来不是超重在股票市场 我们的未来不是在这个我们的公积金那边 我们的未来不是在我们的首相手中 而且是世上的领袖 我们的未来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体验祂 去经历祂 在约翰福音里面 祂是这样的背心 祂是无一 无一一的 祂是独立无二的 祂真的是没有其他人跟祂一样 祂是神又是人 所以呢 没有人可以跟祂同等 所以呢 没有人能够未来也像祂一样 所以祂的同伴呢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呢 祂没有玩这种奇奇怪怪的游戏 祂是充满着许多的怜悯 所以呢 祂有恩典 所以呢 很多人有在耶稣之前有来到 在耶稣之后也有很多人 但是没有人像耶稣 所以我们呢 要活出我们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的名字 那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 所以那无论在你的心里面 有什么样的名字 或者是外面的名字 神给了我们一份最佳的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名字 那我们应该被教导 说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 所以呢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 两个很基本的重点 关于祷告 所以祷告的时候不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呢 祷告最基本的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基本方面的 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祂也祷告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 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永远活着 祂的那个大祭司的身份呢 是永远长久的 所以呢 祂能够拯救谁到祂面前的人 因为呢 祂是替他们永远地在祈求着 所以呢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永远地为我们祷告 祂为我们祈求 耶稣其实是最伟大的带道者 祂就是因为很伟大的祷告者 在我们祷告的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本身不是中心 耶稣基督在世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耶稣呢 是像一只大象 后面的一只小小的老鼠 我们呢 是像这只大象后面的一只小小的老鼠 所以呢 耶稣基督呢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的祷告生活 所以呢 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祷告上面 这个祷告的中心不是靠我们自己 当然 这个导色很重要 但是祷告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祷告 祂是永远地祈求着 祂扶持我们 所以呢 如果你要五十年下来维持你的祷告生活 那是因为你把你的祷告生活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 当我们失去力量祷告的时候呢 耶稣在祷告 这就是我们说 那些脑袋 脑子死的人 其实呢 耶稣基督也为他们祷告 所以呢 有的人 在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的记忆力 他们还是可以多 小孩子也可以祷告的 小孩子也可以祷告的 就是因为耶稣在祷告着 所以呢 在我们祷告生活当中呢 只有一个是抓奖 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 第一领也是最终的 耶稣基督他不是单独的做这件事情 罗马书第八章的词告诉我们 圣灵 圣灵也有分参于这个工作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 圣灵也会帮助我们网络的时候 帮助我们祷告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来帮助我们 来替我们祷告 所以呢 在我们祷告生活当中呢 我们有耶稣基督圣者祷告 祂跟我们 维持着我们的祷告生活 然后呢 我们会用圣灵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心中动工 感动我们的祷告 祂可以帮助我们 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 祷告的意思呢 祷告我们现在是要带去 所以呢 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祷告的中心呢 是神的自己 所以呢 这个其实呢 就是今天晚上最基本的重点 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成长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祷告生活呢 也慢慢地延长 长大了 所以呢 你就懂得怎么样地去祈求 祗祷告祈求 所以呢 你会懂得怎么样地去 为你的国家祷告 所以呢 你可以为 你 opposition世界国家祷告 所以呢 你也会从世界祷告 但是呢 重点是这个中心呢 不是你的功劳 重点是,这个中心是神自己 所以呢,这个说起来就告诉我们 其实祷告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最容易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祂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奉活祂的名祷告 所以呢,耶稣呢,又可以称为是 祂是改变名称者 在祖道文里面 这个第一句话是什么,祖道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呢,这个第一段 第一句句子里面就是 在祖道文里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And with those two words, we are changed 所以呢,这个天父这两个字号 那我们的世界就改变了 Our name is changed 我们的名字被改变了 Because if he is our father, who are we? 如果他是我们的天父 那我们是谁呢? Who are we? 我们是谁呢? Shout it out Where is his child Sor婆是他的儿女 We are his son We are his son We are his son We are his 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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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 And I don't care what name you came into this place with tonight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不管 你是用什么名字来到这边 It could be very negative 这个名字可能是很负面的 But God tonight calls you his son 但是呢,神今天晚上称呼你为他的儿女 God tonight calls you his daughter 他称为你是他的心爱的女儿 Because he is our father 因为他是我们的阿大天父 And we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And we have in a wonderful way the same father 所以呢,我们就跟他建立一个非常特别亲密的关系 So we are tonight his beloved children 今天晚上呢,每一个人都是他心爱的儿女 And we pray with freedom and joy Because of this relationship we have with him 因为有这个关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就是很自由的,很喜乐的跟他打招 所以呢,整个教会历史呢 因着这个就感到非常的兴奋 So Saint Augustine said this 奥古斯丁神父这样讲 True whole prayer is nothing but love 他这样讲说 真正整个祷告呢,就是爱 If all of this is true, it's all about love relationship 所以呢,整个祷告的重点就是爱 Contemporary writer Richard Foster 有一个现代的音乐家 Richard Foster 他说,真正的祷告呢,不是那种很辛苦的摇着牙齿来祷告 而是向一对情侣多肉爱和家的情心注意 如果你要在过去的以后的五十年以后的那个五十年以后你的为止你的祷告生活 那是因为你是奉他的名祷告 所以呢,因着耶稣我们的名字被改变 十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教他 十篇第四十篇第三节 它那边讲说,他在你的心里放了一首新歌 所以称出祂 赞美祂 所以今天晚上神可以给你一首新的歌 在你的心中 所以你要向全世界来唱这首新的歌 所以这首歌当你跟神交流的时候 你来唱 你跟你的社群社体交流的时候 你来唱 所以在你的使命的时候 做使命的时候 你来唱 祂不但给你一首新的歌 祂也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所以从这篇开始 我们就知道说怎样的博住一个祷告的生命 我们是怎样祷告的 一位作家说很容易祷告 只要遇到很多的困难的话 你就会祷告 所以 有困难 就有祷告 所以 这个听起来 其实是有点真实性 但是 我们都知道 这个祷告的中心点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是奉 我们是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这个是全世界最尊贵 最有荣耀的名字 神 耶稣不单单给了我们祂的名字 祂也改变了我们的名字 这个我们借着祷告 跟神沟通的这位神 借着祷告 我们的生命就干强起来 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完美了 这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 这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跟人家不合 这也不会告诉我们说 一些很安静的人 会变成一些很活动的人 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神是谁 知道吗 我们是谁 所以祂就给我们祂的能力 以撒亚说的第四十节 啊四十章这样讲 你不知道吗 你没有听过吗 我们的神是永远产生的神 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祂不会累 祂不会累 所以祂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明白 祂给网络得到力量 所以祂给软弱的更多干强的力量 甚至年轻的人也会累 所以年轻的人也会跌倒 但是他们的那本后耶和王 但是他们的那本后耶和王 必重新得力 他们奔跑不困倦 他们行走不疲乏 他们行走不疲乏 预备 最后再留下我们的活动 宗主 祂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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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 我们实在是感谢祢 有这么美好的人质 谢谢祢 谢谢祢也改变了我们的名字 当我们在这世界上活出我们生命的时候 求祢给我们的名字的力量 给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 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 祢就得到荣耀 我们将祷告到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